中文字幕志愿者 谢娘娘 不知道娘娘传召奴才 有何吩咐 本宫听闻你自河南回宫之后 曾到御药坊 查探皇儿的死因 可有此事 回娘娘 确有此事 你私自翻查此事 是否知本宫皇儿的死因 有何不明不白之处 回娘娘 光直只是因为 知道娘娘为了皇子夭着 伤心欲绝 又恐宫中有人对皇妃 及皇子不利 所有奴才在暗中调查 不敢惊动娘娘 但经过详细查问之后 也正如太医所言 皇子 确实死于极京风之阵 真是如此 确实如此 虽然汪侄已经离开娘娘宫中 但是 娘娘的事就等于汪侄的事 汪侄 不敢有所隐瞒 好 就凭你这句话 也不枉本宫 对你悉心栽培 谢娘娘后爱 这样就最好了 但是希望你以后 以本宫名义 做任何事情 要先向本宫说明一二 以免有人在背后 说你是狐家狐狐 借此谋取利益 那就不好了 回娘娘 但是娘娘 宫中人多口脑 望娘娘能查是非 这些人 奴才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娘娘筹谋 是这样就最好 但你要记住 本宫没什么长处 但眼光一向很锐 任何事 都讨不过本宫的法眼 光之定位 不愿意记忆心中 亲自国家 失去失留 要快做决定 一旦入戎 永难回头 原公子的好意 亲自实在是难以接受 也许 这就是命 原公子 对不起 是我一时胆轻 辜负了原公子的一番美意 也让自己变成了一只笼中鸟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愿不得他 年纪轻轻的 有着倒好年华 为何我不叛弃 参见万贵妃 参见贵妃娘娘 你就是潘红宋敬宫的少淑女 正是 长得不错 身段窑窕匀 真是万里挑一的美人 谢贵妃娘娘夸奖 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 后宫之中 清国清城的家里 大有人在 要想得到皇上的宠幸 并不是光靠样貌和体态 还需要一点运气 少淑女 你就慢慢等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好 不过我只能陪你喝一杯 说好了这一杯的 不许你再喝了 你先告诉我 你到底有什么委屈 别憋在心里不说 不是委屈 是后悔 我后悔当初没有答应那个人 让他带我远走 高飞 你是心疼老一个夫人 跟你吃苦去冒这个心 这是一片孝心啊 你不要责怪你自己 你说我现在算什么 龙中鸟 等主子空闲时 会来看他一眼 我现在 到底算什么呀 现在皇上刚丧子不久 他当然没有心情 策立新的嫔妃 你放心 我相信皇上一定会宠信你的 你必安慰我了 今天我在月圆碰到万贵妃 她的言语 她的眼神 必刀剑还锐利 就算是我被皇上策立为妃 我也要看她的脸色过日子 春花 我现在的处境 是进也难 退也难 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办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更没有办法教你 不过在宫中这么多年 我学会一件事 就是但求心中无愧 其他的 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这样无奈吗 后宫之事 不是我们这些若女子 做得了主的 不过我相信 只要你没有害人之心 害你的人也会变少的 这就是我在宫中 自处的方法 今次 你的气奶 皇上测不测风靡 你不能做主 万贵妃记不嫉妒你 你也没办法阻止 不过 你可以过什么样的日子 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答应我 别在别人伤害你之前 自己先伤害了自己 就这样 是不是我 没有 不过 你 不过 你 你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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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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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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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择 他 朋友 你不不 他要择 吗 他去 散 我 我 不 我 这 我 不 痛 我 他 不 帮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最好听的 那不如我帮你试奏两样 看看能不能加快城市 也好 有消息立刻向回报 是 长官放心 有消息立刻向回报 捉拿朝廷侵犯 为父父 告发出的商业 五十雷零 我知道他们躲在哪里 走 长官 怎么了 没什么 怎么 没事 毁崇洋 你想把本宫勒死吗 娘娘息怒 奴婢一时不小心 忘娘娘恕了罪 出去 凌月 你来替本宫更衣 是 你没事吧七侨 昨天 昨天明明就是他让我把腰带勒得紧一些 今天又因为勒得太紧 被责罚我 我们做奴婢的 受打受骂是常有的事 只是因为你一向运到高 所以很少遇上 对 林思政说你的命生得好 去到哪里 那里的人都会好起来 到了娘娘宫中 娘娘有孕又剩下皇子 可惜啊 皇子之死打破了你的招牌 我什么 我说错了吗 什么 你想调离望贵妃宫中 自从皇子死后 贵妃经常喜怒无常 对我诸多挑剔 其他宫女又跟我合不来 哎呦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也得受 现在跟你同期进宫的宫女 都已经各有职务 你让我怎样才可以 生安硬差的把你安排到别处去 再说了 现在在贵妃宫中 你已为局长一一职 算是生得很快的 再调出来 哪可以容纳你 你愿意再做回普通的宫女吗 王贵妃有丧子之痛 心情自然不好 等过些时日 她心情平复了 或许那个时候 你就会有好日子过了 知道吗 真要谢谢你们跟我一起谱曲啊 跟我们还用客气啊 就是需要帮忙 尽管开口就是了 尽管 想看来吗 还是觉得是 是 我还不是很好 我还要再评ort想 跟那是不是 要是 今天 咱们 我还不想 你 事情 就是 我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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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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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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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文吏部的蔡达在庙里祭拜提反师被你们西厂带回问话 问的如何 此人口硬 宁死都不肯招惹 奴才已把他关在大牢中 降加查问 王智 你做的对 宁网无纵 这才可保朕的安全 保皇上安全是王智的职责 王智请皇上放心 虽然蔡达对皇上有一心一事仍未招供 但是锦衣卫已经在他家中搜出五千两银子 此人就是不谋反 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务 贪得无厌的家务 是 这有自由 这对王智 要常常的迷惑 这对王智 这个人有些事仍是大奢 王智尊命 他和他一爱 你得很在哪装 他才是大奢 过哪装 和女性仍是招供捉 王智 出现这奢供 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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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习 娘娘常召唤一名叫杨勇的南乐宫 到娘娘的宫里奏曲 但所奏之曲全都是哀曲 我觉得这样对娘娘的康复不妥 但贵妃正是因为听了她的乐曲之后 心情才比较平静啊 当时贵妃悲欲攻心难以宣泄 所以才会这样 现在悲痛已经逐渐平复 再继续听这些哀曲 奴才觉得不太妥当 那你有何高见 下个月十五我记得 应该是贵妃的寿证 奴才认为不如在贵妃的寿宴之夜 由男女乐宫同场演出 为娘娘弹奏喜乐 令宫中一片喜气洋洋 这样对娘娘的身体 可能比较有异样 男女乐宫同场奏乐 这个想法不错 宫中的确 很久没有如此热闹的宴会了 王者 这事如果由你来办 是否会大财小用啊 不会 为皇上做事没有大小之分 只要皇上吩咐 一定照办 王者不愧是 朕的左右手啊 谢皇上抬举 皇上有命 下月十五贵妃寿宴 男女乐宫将共同演奏 这样不太好吧 男女乐宫聚首一堂诸多不便 皇上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啊 我怎么知道 不过这次演出 乐宫局上下都会换上新的乐器 换乐器 是我们自己去买吗 当然不是 先是新的 不过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吩咐下去 还是把我们平时惯用的乐器 调教好了 一边演出 这样一来 岂不是又有人从中大有进账 在宫中 这还算是新鲜事吗 做好自己的事情吧 是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月宫 奉皇上之命下月十五 万贵妃生辰之日 男女月宫同场演出 所以呢 今天把大家集合在此练习 希望大家明白宫中的规矩 好好练曲 不要随意交谈 知道吗 知道了 也不知道 是谁出了这么个主意 男女月宫同场演出 放上你 殷思月 你们可要打起精神仔细留意 千万别出什么叉子 下官知道 打开月谱 准备 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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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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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